大家好,我是安哥爸爸 上周呢,我检查了这一台不出声的 Switch的,它的音频芯片 它的工作条件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我现在搞了一块音频芯片 今天呢,我就想尝试 更换这块芯片,看看能不能修复它 好了,那我们开始,先把机器打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主板取下来了 我们把机身先放一边 然后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这一块芯片 在开始拆这个芯片之前呢,我先确认一下 这块主板单板现在是不是ok的 插上电 ok,正常没有电池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 启动一下到0.2级,然后掉回0 这是一块芯片 这么大的芯片 就是这块美国的芯片 这一块,quade DX OK 芯片我們取下來了 然後把這塊芯片裝上去就完事了 趁熱打鐵 OK O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有颗电阻可能给我弄歪的 修一下 哎哟,烫 好小的电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OK 这里好像有一只脚需要补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我完全没关系 好小的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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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的电阻 太小的声音了 我还不断心 太小了 确实在摔滅 太小了 才不断经历 好了,我看一下有沒有補好 先給它洗一下 先給它洗一下 感覺上好像還行 OK 我们看一下 嗯,这一面没什么问题 再换一面 这面OK 看这一面 OK 这一面 好,没问题 刚刚没录像 来录一下 我们在显微镜下看一下 焊的怎么样 OK 这两面没问题 这里OK 还有最后一面 好,没问题 就这样 然后把板子拿下来了 我们可以 先试试这个机子还正常不正常 这样的话,我们先开去看看吧 能开机 啊,现在没有触摸 然后 音量 音量渐渐是有效果的 那么说明这颗芯片已经工作了吗 我们把其他东西先装上看 一起看看吧 好了,拍机 好,来 胜败再次一指 声音到底会不会出来呢 先请出两只手柄 情况不弯 哦,还是没有声音 咔嚓的声音没有 那么 这只Switch依旧没有声音啊 那证明不是这颗音频芯片的损坏了 太可惜了 白忙一场 没有办法 那究竟是哪里坏呢 那估计就是从CPU到这个音频芯片之间 有些换或者断线吧 OK,那这台机器维修只能到此为止 我把主板清洗一下 然后把这个机器装回去 我把主板清洗一下 我把主板清洗一下 里面是你的口水 我把主板清洗一下 一扇子 我把主板清洗一下 我把主板清洗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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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连芯片也换了故障依旧的话 那我觉得它那个故障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从CPU到这块芯片的那个音频信号这条线出故障了 那很有可能是因为CPU发热啊 或者是机器摔啊 导致了那个线路之间的断线啊 或者是虚焊 嗯 那我也无人为力了 所以这台机器的维修 我只能到此为止了 那这台机器到时候我就作为有故障的商品 就卖给不介意在那个手掌模式下玩的时候没有声音的人 或者是基本上都是在电子机上玩的那种人 会比较好一些 好了 那关于这台Switch的修理我们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